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我22岁,来自俄罗斯,我叫罗马。 现在我想看到台北的美额头。 台北是一个可以享受大都市生活的城市。 你若是喜欢品尝帝国的美食,或是喜欢来顶下午茶, 那在台北,你很轻易地找得到各式各样的美味可口的餐厅和气氛,很棒的北京。 另外,台北有很多小吃店。 我们的菜不美,加一点不美。 你不需要免费很多钱,就可以让自己吃饱。 食物都这样吃,使得大家都找得到他喜欢吃的东西。 饭、面、汤等什么都有。 你若是喜欢逛街的人,那么台北是你购物的天堂。 比如说,公馆、吃的。 我们土业是几个大百货公司。 例如的商品,因我尽有。 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戴的、冲冲都有。 人均挑选,在交通方面。 台北的交通相当便利。 公车、监狱、地乘车到处都有。 要去哪来,都不是问题。 甚至还有免费的接驳车。 下车预租系统。 在台北非常发达。 在教育学习方面,台北有很多大学。 是个适合发展文教的好地方。 对台北人来说,他们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家乡。 他们可以一直待在台北求学深造,并享受丰富的教育资料。 台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,就是友善的环境。 台北的市民对外国人非常的友善。 但是,高科,你若是你录了,可以毫不犹豫地经调行人。 他们会热情地跟你解释。 怎么找到你要准备吗? 也可能应变,你一起去。 对我来说,这些是最为的美。 很多别的国家的组组在这些方面比不上台北。 对于是,你看的是,台北除了优能以外,还有缺点。 比如说,台北的物价很高。 特别是,房价有租金。 租金很高的,让人吃不下。 这同时也是一个身处不易的地方。 对从外地来的人而言。 是一个台北高的物价生活是一个困难的挑战。 而,台北地下人仇, 常会的物质的品质。 不过。 群众的环境也不佳。 最主是因为各社这样的物质。 充斥在这个水域的村民里。 还有,在台北停车, 大多亿, 莫多的车辆无处可停。 驾驶往往就违规停车。 台北的交通也就一点暖。 所以,常常发生事物, 然后造成古团物质的困难。 台北是一个大都市。 它价格有大量的人口聚集, 而且有心境的客气, 不过人心比较疏敏。 所以,常常发生犯罪事件。 这对台北的水域带来很大的危险。 对我来说, 这些是水的手, 但是, 这辈子没更多。 他们能帮助台北, 吸引更多观光客, 创造热面的形象。 祝福台北, 一年比一年更好。 台北加油!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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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!